是青秋涂山一带的唯一的男女 却被青姐姐丢入小世界攻略男主 这一切只因姐姐的胡生原子 胡妖生来就要魅惑人 而涂山青自诩是个直男狐狸 且整日想着摆烂躺平当闲鱼 于是魅术法术烂到家的她被丢入了净花水月 净花水月是用胡妖法术结合经典故事打造出的小世界 涂山青若是不能成功魅惑男主 并让对方死心塌地的爱上 这辈子都将在净花水月中度 而这掉入的第一个世界就是白蛇传 为了离开净花水月 涂山青开始勾引许仙 小青 我们这样 被你姐姐知道了 不 不好 嘴上说着不好 许仙却没有推开涂山青 我姐姐又不在家 官人你害怕什么 涂山青的话刚落就听到哒哒的脚步声 紧接着袭来的还有锋利的剑人 亲儿 你在做什么 涂山青暗叹自己倒霉 白蛇居然现在回来了 还逮着自己狂揍 可是法术乱到家的她只能挨拔 许仙哭天抹泪地抱紧了白蛇的大脖 娘子 你听我解释 都是 都是小青勾引怒 涂山青心里比喻这个不靠谱的许仙 为了不挨打还得给白蛇卖子 姐姐 你当真要为了许仙这个男人杀我 抬头却对上白蛇阴沉的药低出墨的 这脸黑得不妙 想到这也顾不得疼了 一把奔过去突在了白蛇怀 还不忘脑袋在对方胸前蹭了蹭 姐姐 你信他 还是信我 说完就被这胸勾引 涂山青还没来及品味 抬头就对上瞳孔泛红的白蛇 还没反应过来人就被甩飞了 涂山青没想到这白蛇居然一言不合就动手 简直比自己亲姐姐还凶残 而且那胸肌居然比自己的还大 真不科学啊 刚见面的时候这白蛇可是很温柔 刚被丢进来的那天 美貌的涂山青很不幸地摔了的脸着地 一个英俊高大的男人突然凑了过来 小青 涂山青还有些猛 我是白蛇转的小青 眼前这人又是谁 对方却温柔地帮他拾起头上的枫叶 怎么傻愣愣的 不认识姐姐了吗 涂山青除了炸裂的三观就只剩下震惊 姐姐 这高大英俊的男人竟然是白蛇 这净花水月到底靠不靠不 身为青秋唯一的男狐狸 却因魅惑能力太差被迫丢入白蛇转攻略男主 化身成小青的男 好不容易魅惑了许仙 却被高大英俊的白蛇姐姐捅回了往家 涂山青越想越糟心 许仙都答应背着白蛇那傻子 怎么自己还无法离开 甚至还被白蛇一箭捅死 还有那个白蛇明明是个男的 但整个世界硬是把他当女子 这也太诡异了 姐姐的一丝妖魂放发的小人解释了原因 攻略的男主并不是原作中的男主 而是难度最高的男主 说完就在涂山青满脸忧怨的眼神下迅速下陷 果然指望姐姐还不如指望母猪上主 而且重生的次数还是有限的 涂山青这次特地做了攻略分析 按照白蛇转的设定 最难攻略的除了法海这个境遇高僧 应该也没别人了 想到这他立刻做了一个武断且错误的决定 趁着夜深人静 涂山青悄悄摸到了法海的房间 却发现灯还亮着 难道是因为青灯不服 长夜无人相陪才无法入睡 这正是勾引大和尚的好时机 结果刚刚抬手掐举 就被一个熟悉的声音打断 清儿 这么晚了 你在金山寺干什么 眼见白蛇的法剑逐渐显露 涂山青的身体一颤 心里阴影面积极大 怎么又是白蛇啊 无命休矣 结果白蛇却扯出一抹不怎么愉快的情 这回又想勾引蛇了 这个又自极其巧妙 直接下飞了涂山青的三魂七魄 这人怎么会有先前的记忆 不是山葬重来了吗 打不过的涂山青只好干笑着上前 姐姐你说什么呀 这里可是佛门禁地 什么勾引不勾引的 说着内心开始狂呼唤姐姐 姐姐快上线 这白蛇怎么会有上一世的记忆 白蛇的红毛里满是寒意 清儿 我不喜欢你骗我 心虚的涂山青继续狡辩 我没有啊 白蛇手指轻剑 脚下咯噔一声浑身散发着强大的舒服 结果涂山青直接被震飞到了法海怀里 静欲高松的身体顿时一脚 小青姑娘 为何你会 被莫名性转的涂山青一愣 一脸的无语至极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世界设定 不过刚巧掉到法海怀里 看我用杀手点将你拿下 想到这直接抬手点了一下法海的唇 嘘 和尚 跟有情人做快乐事 别问是杰世云 本以为浪漫的开端 结果却看到法海一脸怀疑和嫌弃的表情 这给涂山青彻底整会了 兄弟 你这个反应让我好尴尬 他是拥有绝世美貌的男狐 却因魅惑功夫不到家 被丢入小世界中攻略男主 结果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找错了攻略对象 刚准备拿下禁欲和尚法海的涂山青 却被白蛇一鞭子卷走 轻儿 打扰大师进修 你该当何罪 涂山青看见白蛇这张帅脸就头疼 这条白蛇怎么老是坏自己好事 谁料白蛇比他更生气 一副发现原配出强的很厉害 说话 看着眼前不讲理又打不过的白蛇 涂山青只好装柔弱 哽咽着一本正经的瞎扯 我不是有意的 近日读佛经疑惑不解 我想请教大师吧 面上我见尤莲 内心早就将白蛇骂了千百年 白蛇没有继续追究 只是扣紧涂山青那张楚楚可怜的理 知错的话 你还不快给大师赔罪 涂山青是真的被他气哭了 大师宽宏 饶了小青这回吧 法海看着眼前的两人神情威正 难难的据无妨 白蛇这才讲究的将涂山青拦腰扛起 多谢大师 告辞 两人走势法海还未回事 某中夹杂着难以看懂的情绪 刚回到家 白蛇就将涂山青粉粉摔到他身 单手掐住他的下腹 李静的眸子里竟是不满 亲儿 往日你见那法海躲都来不及 如今怎的如此胆端 像是变了个人 涂山青战战兢兢的胡扯 我这不是想替姐姐探探法海的叙事吗 眼下他以为我们只是散修 没发现我们是妖 白蛇却吃笑一声 我倒是不知你如此上级 这话搞得涂山青很慌 他应该不会发现自己是个冒牌货吧 结果下一刻他就被白蛇封住了全部 涂山青此刻只想骂娘 第二日醒来身上甚至被白蛇绑了名声 狐狸姐姐刚上线就看到老弟玩的这么刺激 涂山青连忙坐起来告状 那个白蛇有个大问题 他居然记得上一试 结果掌控小世界的姐姐却一脸震惊 涂山青极力强调都是真的 他昨日还问我怎么又勾引别人 姐姐微微沉思 你确定不是因为你太蠢 明目张胆地把勾引邪脸上了 以为被夸得涂山青顿时老脸一会 给清姐气得差点标出国粹 谁夸你了 我是说你的魅术流于表面 太过低级 突然门外传来一道声音 小青 你再和谁说话 涂山青瞬间患了 立刻化身阴阴怪 许公子 你快进来救救我 许仙这才推门而入 闭脸担忧的模样 出什么事了 又见涂山青摔在地上 被红绳孔 许仙色迷心窍地 给他解开了绳索 当然用完的许仙自然是打晕 涂山青感觉自己的魅术 好像也没那么差 趁这个时辰 白蛇还在保安堂坐着 正是拿下法海的好时机 殊不知白蛇正在暗处 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结果刚到了寺院 却被告知法海正在闭关 吃个闭门羔的涂山青很不熟 只好化身九尾胡钻了狗洞 冲着法海的气味就往前跑 一眼就发现了地上的僧袍 独山青一把抓起 而此时的法海 正在不远处的水池里目露 独山青随手丢掉僧袍 准备攻略正主 却发现僧袍里掉出了一个香囊 放在鼻尖绣了绣 这个味道 不就是保安堂特产的辟邪香囊吗 法海为什么会贴身放着这个 堂堂容颜绝美的独山男狐独 却被迫在白蛇传中攻略男主 美颜色的小狐独 却每次都选错了攻略队形 谁知男主却主动凑了上来 经过姐姐提点 独山青误以为这次的魅惑对象是法海 却意外发现法海贴身带着白蛇的香囊 明明按照上一轮记忆 这两人除了敬香疗佛经 平时并无往来 难道两人有奸情 想到这顿时有些气不过 这两人何事好上的 那白蛇又有什么资格骂自己到处勾引 他自己不也是吗 不过法海对白蛇有意似乎不是坏事 想到这独山青感觉攻略也不那么难了 大和尚 我倒要看看这次你能坚持多久 啊 姐姐 你怎么偷看法海沐浴 涂山青故意喊了一嗓子 结果法海的佛光瞬间破损 居然还脱了心 破了他修炼的法 涂山青震惊到差点掉了下落 效果这么明显 他到底是有多喜欢白蛇 内疚得将人扶起 大师 你没事吧 法海却更在意白蛇有没有 涂山青故意揉了揉法海的手 姐姐他没来 说着还不忘蹭蹭他的指尖 指示 我来就不可以吗 听说白蛇不在法海的脸色瞬间阴沉 你也配合白姑娘相提并温 紧接着直接用术法轰向涂山青 被束缚了法术的涂山青毫无反抗力 身体狠狠撞击在石块上 猴尖涌上一股心田 法海这个混蛋 下手竟然这么重 要不是离开这个世界 他才不愿意招惹这个秃鲁 我总必定好 我敢说敢表白 你呢 你不敢 这话说得法海神情一致 涂山青立刻冷笑着嘲讽 和尚 你什么都不说 姐姐又对许仙一心仪 他又如何看得见你 法海似乎怕被扰不到心 立刻双手合十 平僧无须被看见 随着衣物飘走 涂山青趁机悄悄凑近 真的吗 倘若你真心如此 那你怎么会吐血呢 和尚 我不在乎你喜欢姐姐 我只是心疼你啊 不要自苦了和尚 我们一起登上极乐 让姐姐嫉妒 好不好 眼见法海没有拒绝自己的亲近 涂山青暗喜这下稳了 专门为法海打造的痴情暗恋又风骚的人生 这下总能攻略成功吧 突然背后感受到一股灵力的剑气 涂山青顿感不妙 怎么又是白蛇的剑气 只好放弃法海躲 他怎么又来了 可刚想起飞 却因为封印根本飞不高 涂山青更没想到 关键时刻会被法海对死 身体就像断了线的珠子跌进白蛇怀 白蛇浑身立刻散发出力气 阴侧侧地盯着法海 谁许你杀他 法海迅速披上袈裟说了句恶弥陀佛 此等妖孽 该杀 涂山青这时才后知后绝 原来法海早就知道青蛇白蛇是妖 那他还藏着白蛇的香脸 白蛇心疼地擦去涂山青嘴角的心 他要死 也该死在我手里 轮不到你来插手 此时的涂山青已经气弱油丝 看来这回又要山荡重来 但是真的好 姐姐 你就这么恨我吗 白蛇被他问得疑乱 哼 是什么 然而山荡重来的涂山青万万没想到 他当重生就被白蛇直接捆绑囚 是被迫扔进小世界普连魅惑之术的男狐 却反被白蛇转中觉醒的主角囚警 他已经连续两次选错了攻略对象 又一次回到了重启空间 涂山青干脆彻底摆满 不攻略了谁爱去谁去 姐姐连忙安抚家提示 别丧气嘛 排除掉错误答案 那剩下的肯定是正确的 涂山青只感觉荒唐 那个一直坏我好事的白蛇难道才是真命男主 在姐姐看来 这是爱之深 恨之切 涂山青立刻反驳 白蛇记得我所有的事 肯定是因为恨我对他的后宫下手 白蛇他就是个变态 结果最后一句话刚落下 涂山青就发现所在环境变了眼 自己居然被捆住了四肢 你说谁是变态 白蛇明明在想 涂山青却感觉身体疯了 老姐居然一言不合就开始了剧情 不等涂山青解释 白蛇直接伸手戳了戳他的胸口 第一次 我的剑从这里滑下去 第二次 我封印了你的腰力 让法海的缠杖贯穿了这里 说着眼神突然一冷 视线开始下滑 第三次 你想怎么死 外来者 涂山青顿时心口一挤 你都记得 都知道了 白蛇青笑一声 不然呢 原来的小青只是个按剧本形式的形式走肉 像你这般勾引人还把命送了 着实可笑 涂山青居然被他的男色诱惑 一时分不清谁才是狐妖 笑起来比平时冷冰冰的样子好多了 但身为九尾狐的骄傲 他绝不在魅惑树上认输 胡说 我们九尾狐的魅属天下第一 是你一直坏我识 我才不会失败 一句话就暴露了身份 白蛇底筋握住了他的脖梗 原来是狐妖啊 区区狐妖擅闯我的世界 我杀你是顺应天道 理所应当 你还敢怪我 涂山青感受到脖梗间的窒息 瞬间开始哽咽着求饶 不敢不敢 好姐姐 是我错了 结果却被白蛇捂住了嘴 我是男人 你叫谁姐姐 求生欲极强的涂山青只好立刻改口 哥 叫哥总行了吧 那哥你到底是不是白蛇呀 提到这个白蛇的脸色瞬间阴沉 白蛇不过是天道赋予他的一个身份 不断循环 仿佛一场永远无法逃离的噩梦 直到有一天苏醒 他才得知一切都是虚构的 也想起了自己的真正名字阿语 涂山青这才明白NPC居然觉醒 难怪会把自己当作入侵者消灭 这下真的完蛋了 别说攻略了 就是小命都难保了 阿竹突然拿起一旁的皮鞭 无情地盯着涂山青 现在轮到你说了 涂山青下意识有些猛 却被阿竹当作装酸 一鞭子抽下 涂山青发出痛苦的声音 只好连哄带魅惑的自酒 我确实不是小青 我叫涂山青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进来 一醒来就变成这样了 可这番说辞却惹得阿竹正名 鞭子再次毫不留情地抽了 撒谎 若真像你所说的那般无辜 你何必接二连三地勾引许仙和罚 毫无招架之力的涂山青 试图挣脱腹妖子 却被强行压制 别白费力行 就你这点修为 还想魅惑我 说 是谁派你来 涂山青此刻绝望到了极点 姐姐说的对 自己果然是个废物 魅惑对这个男人一点都不起作用 妖力也完全不够 然而阿竹的下一句话 却让他看到了一线生机 你又是如何做到 在这个世界任性妄为 不按剧情来的 他是涂山唯一拥有绝世美貌的男主 却因魅惑太差被迫 丢入小世界攻略男主 终于在两次选错攻略对象后 得知了真男主 可他却被真男主封了妖力捆绑 眼见对方的鞭子再次飞来 怕疼的涂山青却准备豁出去 你打呀 再把我打死 就永远别想知道我的秘密 阿竹顿时阴沉着脸抵住他的下 威胁我呀 涂山青恋上虽狼狈 却依旧风韵有存 不是威胁吧 哥你也很反感天道安排的这出戏不是吗 我可以帮你 眼见阿竹来了兴趣 涂山青直接凑到他耳旁 结果一句话没说完 就因妖力流失过多 被迫变成了小狐狸 阿竹捏了捏手里的团子 露出一抹嘲讽 这就无法维持人形了 你好弱呀 涂山青 小狐狸气得说起了狐狸 阿竹是一个字也听不懂 不过这副软萌的模样倒是顺眼多了 阿竹语气突然阴沉起 扒了皮毛 做个围巾也不错 小狐狸顿时吓得瑟瑟发抖 三天后 就是白蛇和许仙出狱的情景 到时候就是你对线承诺的时候 阿竹的声音令涂山青虎趋一阵 这次的时间线怎么提前这么早 阿竹和许仙居然还没见过 小狐狸头顶突然传来澎湃的妖力 这要是自己的该多好了 涂山青终于又变回了人形 他直接钻进阿竹怀里 竹哥 你放心 我一定拆散你和许仙 但这个时候 请 请再给我一点吧 话音刚落就见阿竹危险的咪了咪了 涂山青 你的那些雕虫小技对我没用 说吧毫不怜香惜玉的将人一脚踹走 涂山青甚至没来及反应 我只是说再给我一点妖力啊 三日后终于见到了许仙 按照原剧情 他叫了传家先送白蛇和小青 涂山青本以为之前自己成功蛊惑了许仙 拆散两人轻而易举 现在看来剧情的力量太强大 为此还特地给姐姐连了线 经过姐姐的分析 这个阿竹确实是自己的真命难题 可攻略这样铜墙铁壁的家伙 自己小命说不定要攻略没了 更糟糕的是 为了不触动天道 自己还不能违背小青的人生 之前魅惑法海和许仙的直接行为不被允许 如今不仅攻略角色变成了地狱级别 就连攻略难度也增加了 涂山青越想越起 结果上船时脚下一个用力过猛 造成许仙身形亮强 眼见他要撞进阿竹怀 涂山青一个眼急手快 直接撞开许仙自己反倒被阿竹搂住 分为正好的两人自动忽略了水中求救的许仙 涂山青顿时松了口气 太好了 竹哥的豆腐我手中 整得阿竹一脸猛 不说什么 我哪来的豆腐 涂山青戳了戳他的胸口 一本正经的解释 这里比我大多了 下一秒整个人就被阿竹踹进了河 于是娇美的小狐狸跟许仙成了难兄难女 小青姑娘和白姑娘家住拿脸 涂山青美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关你屁事 说着开始握拳警告 比我姐姐原点 少打他主意 否则还没说完就被阿竹打断 许公子衣服都湿了 换上这身干净衣衫吧 许仙趁着接衣服的功夫 在阿竹手上粉粉开了一把 这色眯眯的模样惹得涂山青更暴 这个许仙也太不要脸了 突然灵机一动 变出几个螃蟹咬上许仙的手 趁他痛到甩手间 一把拉过阿竹 姐姐这里好多螃蟹 我们也去钓一只吧 阿竹有些危症 显然没想到他会这么做 还是跟着他来到了船头 听见他嘟囔许仙的好色 阿竹难得接过了话 他一直都这个恶心 所以你能勾他上床 我一点都不意外 涂山青顿感受伤 所以你才说我魅术茶 因为他本来就是个大色狼 阿竹没有甩开他的手 你的脑子倒是有几分成精 涂山青感觉到深深的挫败感 我也没那么笨吧 怪不得你不想按剧本座 要和这种人亲亲我我 换我也不乐意 阿竹看向不面的脸色突然一尘 就算他不是色狼而是情色 我也不乐意 我一个男儿郎 为何要做女娇娥 何况我一点也不喜欢他 涂山青的八卦之心立刻燃起 那你喜欢谁 喜欢法海吗 阿竹冷冷瞥了他眼 我非得喜欢谁吗 涂山青立刻后腿地握住他的手 会有同病相连之等 竹哥说到我心坎里 就是说呀 为啥非得喜欢谁攻略谁 都是这个世界的错 我俩好好的指南 还要被迫搞鸡 岂有此理 此时被边缘化的许仙 却没能忍住好奇心 两位姑娘 何为搞鸡啊 作为青秋唯一笔直的男狐 却被青姐姐丢进小世界 被迫攻略呢 可她却因为找错攻略对象 被男主卡了两回 示弱的小狐狸只好被迫 配合男主打破剧情 男主破于天道再次碰到了许仙 恰逢雨天 许仙将手中的伞送给了阿主 这可是剧情中的定情幸运 想到这涂山青一脸不爽 碧水骤念一念身上就干了 谁稀罕这把破伞 突然灵机一动 立刻掐绝念中 随着一声雷鸣电闪 许仙当着两人面被劈个正招 阿主浑身的力气瞬间溢出 你干了什么 惊得涂山青心底一颤 我是想帮你啊 却患得阿主冷冰冰的拒绝 转身抱起了被雷劈晕的许仙 擦肩而过的那刻 涂山青内心莫名不色 她好像真的生气了 难道自己弄巧成桌了 结果涂山青不仅要照顾情敌 还要被姐姐教训没有好好修炼 想到许仙不要脸地赖在了府上 涂山青心中更加郁闷了 更可恶的是 阿主杀自己的时候那么断情决意 现在许仙不过是受了一点点伤 她就贴身照顾 她真的想摆脱剧情吗 姐姐的分析硬是给涂山青心口上捅了一刀 许仙好歹跟她是轮回了这么多次的夫妻 总会有点感情的 说着姐姐调侃她勾搭许仙倒也挺欢 涂山青一口咬定自己比钢管还挺 最终下定决心搅黄两人的感情线 被雷劈的许仙一脸委屈 毕竟这个雷劈的太邪门了 阿竹却温柔地安慰她好生在这里休养 这一幕看得涂山青当场实话 这还是自己认识的那个阿竹吗 不帮忙就算了 如今居然还拖后腿 许仙却红着脸趁机握住了阿竹的手感谢 气得涂山青想要上前立刻阻止 结果左脚搬右脚 直接将汤药扔到了许仙脸上 涂山青装出抱歉关心的模样 心里却忍不住偷着了 这药可是我姐姐亲手抓的 亲手熬的 价值五十两名字 见许仙一脸没见过世面的模样 涂山青趁机加一把 不只要钱 还有您身上的纱布 睡的床榻 点的香炉 喝的茶水 吃的餐食 您不会以为这些都是免费的吧 说着露出一抹坏笑 吓得许仙浑身冒冷汗 那那那一共多少钱 涂山青细精上身 刚准备报个惊天数字 就被阿竹凝住了耳朵 亲儿 跟我出来 青秋唯一的男狐狸终于被姐姐嫁出去 对方还是被困小世界的千年打药 眼见两人修成正乌 小狐狸却损了 由于涂山青的打岔 许仙与白蛇的定情信物损毁 造成阿竹不得不将许仙请进了家里 可涂山青却先委屈了起来 那还不是怪你自己隐隐入室 阿竹似乎没了耐心 冷笑着钳制住她的伯格 涂山青 有长进了 都敢埋怨我了 她的态度惹得小狐狸更加委屈了 我是答应帮你 可我看你和许仙处得挺不快 一点也不像讨厌她的样子 这梨花带泪的模样给阿竹气笑 你自己演技差 极度我演技好 说罢抵禁小狐狸威胁 涂山青 搞清楚自己的地位 你不过是助我摆脱剧情的工具 生死都在我一念之间 你没有资格管我怎么做 话音刚落小狐狸的眼神里满是本色 声音也格外丝雅 我还以为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朋友两字惹得阿竹神情危症 眼前不觉浮现两人愉快相处的画面 握住她脖梗的手也下意识放松 最终松开了她 神情里却写满了落寞 我没有朋友 可她的神情触动 却惹得小狐狸当场吐醒 整个身子也开始瘫软下来 阿竹注意到她的状态瞬间慌了 直接将人拦腰抱起网窝室 涂山青 这是怎么回事 小狐狸面上带着痛症 我善感剧情 触怒天道 怕是要死 阿竹听完却更慌了 直接踢开了房门 做梦 才做了那么点事 还不到你死的时候 浑身传来尸骨的痛 听见阿竹事态的声音 涂山青仍旧不忘调卡 死就死呗 怎么你比我还紧张 难不成你喜欢 话因为落就瞥见脱下泄衣的阿竹 涂山青瞬间变得紧张不已 你你你 你这是做什么 阿竹瞥了她一眼 帮你疗伤 脱了更方便行事 你是被天道反噬 一般的疗伤手法不管用 何况你是外来者 本就被天道所不容 需用我的内单净化你的内单 将你化为此中人方可逃过天道 涂山青早就羞红了脸 就连身上的疼都忘记了 这些都只是你的猜测吧 阿竹带着好看的八块腹肌底巾 没错 是猜测 但无论我如何改变 剧情都会回到原样 可我也不会受伤 而你不一样 你能改动剧情 却太容易被天道视作敌人 若我们能合二为一 这点伤请客即日 天道一部足剧 涂山青此刻是又紧张又期待 可有想到是动用内单这么重要的东西 总觉得有猫腻 姐姐恨铁不成钢 这可是最后一条命 现在是赌气的时候吗 涂山青发愣间就被阿竹抬起了下 涂山青 你到底在抗拒什么 勾引许仙和法海的时候 怎么不见你如此矜持 涂山青慌得一批 自己主动勾引和被勾引能一样 阿竹却直勾勾地盯着她的脸 等等 你不会是怕喜欢上我吧 涂山青心虚地解释 怎么可能 我可是直男 下一刻就被阿竹直接堵住了 两颗内单也开始相互感应 可涂山青只感觉到了剧烈的疼痛 不停地求饶 只因阿竹的内单太强 这至少上千年的修为 根本不是小狐狸所能承受的毒 小狐狸的初吻没了 虽然对方肩宽窄腰还有马甲线 可她却是直狐狸 别乱动 让你的内单听话戏 忍一忍 一会儿就舒服 被占了便宜还要她忍一忍 内单融合得过程疼的涂山青泪陷狂飙 最终失去了意识 有着千年修为的阿竹 终于感受到了她的痛苦 这天到反噬尾时不清 亏得她细皮笑脸了 也不抱怨一句 阿竹眸光微动 后背开始显现一条血红色的纹路 涂山青醒来的第一眼 就对上阿竹担心的目光 怎么样 不想吐血了吧 涂山青面颊飞红 眼里带着不甘 那是老子的初吻吗 这番模样惹得阿竹哭斥一笑 想多了 疗伤而已 别自作多情 说着俯上涂山青的额头 快点睡觉 额间的温度 居然令涂山青多了些许安心 最终闭上了眼 再次醒来 涂山青正躺在阿竹怀里 吓得她身体止不住僵硬 这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回忆开始涌入脑海 说好的净化那般 怎么变成了这样 手足无措的小狐狸 只好不叫阿竹 毕竟清白就要不保 腰间的大手突然收紧 涂山青更是吓得一动不敢动 终于舍得醒了 阿竹正正地看向她 我还当你刻画不动 浪费我一番苦心 从此醒不过来 涂山青只好甘笑地询问 自己睡了多久 得知是十天 吓得她立刻逃离阿竹怀疑 这么久 那你怎么在我床上 阿竹一正 这是我的床 慌乱的小狐狸立刻转移话题 那许仙呢 剧情怎么样了 听到许仙 阿竹眸中透着几分威胁 对这个这么伤心 涂山青连忙拍拍手解释 这是当然 我答应帮你的 上回是我冒进了 这次有你的那单保驾火行 一定能 阿竹似乎很满意这个答案 直接开口打断了涂山青的话 不着急 托你的福 剧情好像成功改变了 我借口你生病 让其他人去照顾许仙 本以为行不通 没想到剧情还真这么走下去 说着摸了摸小狐狸的脑袋 涂山青 谢谢 如此温柔倒是惹得小狐狸脸红心点 这个混蛋居然也会感谢人 可是心跳的怎么这么厉害 一定是魅术 好可怕 这家伙的魅术居然比我们九尾部还厉害 阿竹可不知她的这些弯弯绕绕 怎么脸红啊 涂山青慌乱的闪躲 有吗 大概是还没有适应新内单吧 阿竹想继续逗逗她 只见轻轻摩缩着小狐狸的唇角 那可不行 张嘴再让我看看 这一幕却被突然告别的雪仙打断 白姑娘 我家中出了急事 特来辞行 结果被两人暧昧的画面惊在了云里 两位姑娘 这是在做什么 涂山青眸光一准 准备将计就计 直接趴在了阿竹怀里 看向许仙的眸子里带着挑衅 你说呢 她明明是青秋最美的男狐狸 却被迫进入小世界攻略觉醒的男主 在一次次无底线的辽国中被吃得扎豆腐生 涂山青分不清是为了改变剧情还是单纯的吃醋 贴见许仙的那刻 整个人故意倾倒在阿竹怀中 你说呢 极其暧昧的姿势惊得许仙拔腿就跑 涂山青连忙向阿竹炫耀 阿竹却一脸头疼的腹了 你别忘了 在许仙眼里 我们现在是两个女 像许仙这样的男人 看见两个女人在一起耳并似摸 更会想把她们都收了 好竟想欺人之腹 单纯的小狐狸直接被炸裂了三关 我的天 怎么会有这么恶心又自恋的小狗 虽然短暂地改了剧情 但天道终究会用尽办法回归之命 果不其然 许仙固态抚盟 主动邀请阿竹出游 白姑娘 今日怎么不见小青姑娘 阿竹抚摸着怀里的小狐狸 她呀 生病还没好 许仙发现她的注意力 一直在小狐狸身上 于是伸手想要抚摸 这小狗养得真可爱 有名字吗 涂山青几乎想要跳起来咬她 你才是狗 老子是狐狸 阿竹盯着小狐狸 眸中傻过宠 她叫青青 可爱是可爱 就是不太乖 不喜欢别人乱摸 许仙伸过去的手一顿 青青 怎么和小青姑娘的名字这么像 小狐狸趁机对着她的手咬了一口 吃痛的许仙脸色瞬间阴沉 暗骂了句小畜声 紧接着毫不留情地甩手 小狐狸也顺势被她扔入人群 阿竹顿时一慌 逮着人就问 道歉 请问看见我家小狗了吗 许仙没想到她居然如此看中那只狗 连忙跟在身后道歉 阿竹看向她的眸中不觉冰冷了几分 许公子不必说了 我去找青青 你自便吧 阿竹的态度令许仙不满 一只狗而已至于吗 涂山青静静躺在角落里 内心还在沾沾自喜 我演技真好 声音不对 不是竹鸽 可他却已经被法海拎在了手中 阿弥陀佛 原来不是狗 是狐狸 涂山青抬头就对上法海 看似邪恶的笑 顿时吓得瑟瑟发抖 救命 居然是法海 竹鸽救我 法海却一脸疑惑 这闹是街坊 为何会有狐狸 不然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 大师 那小东西是我 还我吧 法海回头对上阿竹的底 下意识神情一乐 小狐狸趁他失神 急切地窜入阿竹怀中 阿竹宠溺地摸着他的脑袋 才分开多久 就这么急啊 小狐狸内心哼哼唧唧地否认 法海看向小狐狸的眸中带着敌 白姑娘喜欢狐狸 狐狸不好养 容易臭 这番诋毁的话惹得小狐狸站好 可阿竹的回答却让他身体一脚 也谈不上喜欢 养着玩 这话令屠山青心底泛起真正的刺 我还真成个陪他消遣的玩意 眼神也随之暗淡 法海双手和时依旧不死心地劝解 这只狐狸很有灵性 只是野心难逊 恐伤了白姑娘 这令小狐狸不得不警惕 今天这大和尚怎么回事 竟说我坏话 该不会是吃错了吧 你家白姑娘没法这样抱着你是吧 阿竹伸手捏了捏小狐狸的耳朵 大事多虑了 你不觉得他很可爱吗 这话惹得小狐狸心愿意满 我没听错吧 他说我可爱 这么说来 竹哥最近好像特别喜欢让我变回原形 一路就是一整天 他不会就喜欢毛茸茸吧 阿竹并未多留 借口与许仙有约便告别了法海 可涂山青却止不住担忧 竹哥 那个法海该不会看出我是妖了吧 阿竹却丝毫不慌 他那个修为 看出来也正常 你又没勾引他惹他生气 怕什么 提到这是涂山青就尴尬 可他不得除谋味道吗 阿竹悠悠地盯着手中的茶水 他欠我人情 不会那么容易对我们下手 那和尚又是我曾救过他 还送了他避袭的香脉 涂山青没想到两人居然有此渊云 怪不得法海一直贴身藏着那个香脉 也就此惦记上了竹哥 那竹哥自己呢 他有惦记的人吗 小狐狸又被亲了 只因为他看戏哭了 却被男主当众安抚 小狐狸得知法海一直惦记着阿竹 心里怎么也不舒服 阿竹显然并不在意 你莫忘了今日的正式是看戏 不用管旁人 当台上的主角现身时 小狐狸惊奇地发现居然是两个男人 顿时红着脸震惊不已 你明明喜欢看这种戏 阿竹却突然眉头一簇 难得怎么了 这出戏叫拔妖骨 每次循环他都在 你说奇怪不奇怪 小狐狸震惊过后就是忐忑 一时间居然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 这副扭捏的姿态看得阿竹无语 一把拽过小狐狸的手腕 好好看戏 别动来动去 小狐狸的脸更红了 我不动我不动 您松开 可这戏台上的主角 小狐狸越看脸越红 这两个小声 看着怎么这么像自己和竹哥 这出戏讲的是两个上笔大妖为你听到 私定终身 被天地降下审法 小狐狸更疑惑了 没道理啊 人要疏图也就算了 怎么夭夭项链也要管了 阿竹声音骤了 天道怎么会和你讲道 不按他的剧本来就都有罪 小狐狸来不及继续问 台上就已经到了结局 白发男主被一刀穿心 他要被罚拔去腰鼓 小狐狸颤抖着五了五星头 死了还不够 还要拔骨 这些好残忍 阿竹却难得说了句还好指使戏 可小狐狸却从戏中感觉到了头 眼泪也不自觉滑落 口中一直喃喃着都是喜 这都是假 突然一只大掌拖住了他的响 阿竹脸上露出难得的温柔 别哭了 下一刻小狐狸的大脑瞬间当机 直到回去后依旧心声不明 他为什么要亲我呀 姐姐想也没想地回答 还能是什么 他喜欢你呗 这话惹得涂山青内心更乱了 不可能 竹哥说他是直的 看似不正经的姐姐思绪却异常清晰 你记错了吧 他只说自己不想按剧本谈恋爱 可没说自己是直的 这话一出 小狐狸瞬间震怒 他真的喜欢自己吗 可姐姐的话却如同一记耳光 你也不用怕 他要是真喜欢你也没事 反正这里只是净发水月事件 无论是你还是我 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 早晚也是要醒的 小狐狸有些畅然 是吗 姐姐却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了惋惜 小狐狸连忙躲闪掉姐姐探究的眼神 虽然他一口否认 姐姐依旧不忘提醒 我丑话说前头 送你进来是为了修炼内术 不是感情 涂山青连忙将他催促走 好了好了 你先回去吧 直到姐姐消失 涂山青愣愣地看着前方 低声回答了句我知道 毕竟涂山狐妖 永不动心 然而他的怅然下一刻就被人打了 小青姐姐 那个许仙又上门来了 涂山青有些恼火 我不是说过了吗 他赶再来 就直接将他打出去 可这回许仙是来提青的 涂山青直接愣在了原地 怎么突然就进展到提青了 这是天道准备霸王硬上弓了 男主被迫嫁给别人 小狐狸这才彻底吃错了 一心想要魅惑男主的小狐狸 却因实力不计被迫 协助阿竹抵抗天道 可天道突然霸王硬上弓 直接跳到了许仙求婚的桥端 没破王妈妈使出了浑身解数 只为让阿竹同意嫁给许仙 涂山青几乎是狂奔过来 即使累得战步之妖也要阻止 这门轻事 我们绝不同意 说完委屈巴巴地凑到阿竹身边 姐姐 你怎么能背着我做这种事 阿竹的声音却带着一丝冰冷 我做什么 何时需要你准许吗 涂山青凌知道阿竹就是这种 可心口依旧有点难受 王妈妈试图说服小狐狸 却被直接赶出了门外 涂山青满脸的委屈 如果我不来 你是准备答应吗 阿竹面上却没有任何情绪 我有别的选择吗 涂山青顿时不满 怎么没有 你可以说不 她的话令阿竹不禁冷笑 涂山青 你还是没弄清楚现状 从始至终 有选择的人都只有你 这话令小狐狸愣在了原地 阿竹谋中闪过落寞 我们失败了 此时的小狐狸还不明白 阿竹话中的含义 直到十天后 阿竹和许仙还是成婚了 天道完全无视了 两人之前制作的阻碍 甚至跳过了定情桥段 直接让两人成亲 身处其中的人 都是天道的妻子 只能把既定情节演完 有没有互动根本不重要 小狐狸第一次意识到 何谓天道无情 他们的确失败 可涂山青不愿阿竹与他人成婚 直接拽住了阿竹的衣袖 不要 不要去 面对他眼中的恳求 阿竹面上带着陌生的冷漠 小青 放手 小狐狸整个人僵在了原地 他竟然叫自己小青 而不是涂山青 下意识委屈的咬唇 你说只有我是有选择的 那我就选给你看 许仙探出了脑袋 小青姑娘这是怎么了 舍不得你家姐姐 王妈妈也开始劝你 小青姑娘 放手吧 再舍不得 你姐姐总归是要嫁人的 涂山青却铁了心不放 下一刻直接凑近阿竹大声指出 他根本就不是我姐姐 他也不会嫁给任何人 此话一出 阿竹眸中闪过不悦 小狐狸直接撕破了他的外袍 因为 他是货真价实的男人 平坦的胸口遗漏 许仙最是震惊 就连话都说不完整 你到底是 阿竹瞥向他的眸子里闪过杀影 是有如何 感受到危险的许仙拔腿就跑 看得涂山青一脸无语 竹哥的真实性别对许仙打击这么大 本来只是想试一试 釜底抽薪的战术 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刚准备向阿竹邀功 胸口的痛令他僵在了原地 随着刺来一声 阿竹的手刺穿了他的胸口 涂山青眼睁睁地看着 阿竹面无表情地拔出手掌 身体不受控制地倒下 涂山青用尽力气 钻住了阿竹的衣袖 为 为何 又杀我 手掌触及他的脸庞 却摸到了微热的泪 既要杀我 为何会流泪 你不是自愿的 对吗